中国驻法大使馆网站贴文 向法国外交部要求约束 驻法国台北代表处及法方相关人员 在法国从事的破坏一中原则的言行 同样在国际卫台发声的驻德代表谢志伟 就分享贴文表示 我们一定做对了什么 要约束 约束我们的台湾驻法的代表 那这当然主要指的是 吴志忠那种不卑不亢 以礼服人 那么展现出台湾自由民主的光明面 那么对照中国的黑暗面 那当然让整个法国社会为之动容 中国在国际社会大受肌肉 但也让世界看见独裁政权黑暗一面 中国的这个战狼战术 其实已经变成战道走狼的战术了 它所产生的扩助力远远大于 它想要达到的效果 所以就台湾的民主自由那个发展 是真正的上 中国呢是刚好相反 所以最后变成志同道合 反而不是跟德国跟法国 跟英国跟美国跟日本建交的中国 志同道合或我们叫做里面相近 反而是跟台湾 驻外代表坚定立场替台发声 中共围台军演反倒让台湾 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强靠武力威胁民主台湾 最后落得反效果 先宣节用起祝军台湾报道